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 只留30多个小时 至今中美双方都没有公布他说了什么 然而不断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说 王立军揭发了薄熙来勾结周永康谋反 有以整套整垮习近平的计划 而且还曝光了活摘器官的黑幕 新纪元周刊报道说 王立军事件不仅仅涉及中共高层内斗 也涉及一直被掩盖的震惊中外的秘密杀人网 连美国也被牵扯在内 中共周永康政法委系统涉及的反人类暴行 正在一幕幕揭开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最惨烈的一幕 王立军事件之后 美国、加拿大人权机构和法轮功团体 都要求美国政府公开王立军给美国领馆的材料里 涉及周永康、薄熙来庇护下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内幕 美国国会议员同时公开呼吁 就王立军给美国材料内容召开听证会 据新纪元周刊报道 接近北京高层的知情者透露 中共内斗的核心问题 就是江泽民和周永康控制下的610办公室和政法委系统 迫害法轮功这十几年来犯下的犯人类、杀人罪证 证据都在中共高层掌握之中 因事态严重 大多数的中共高官都不愿为僵尸集团背黑锅 而周永康策反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政法委管制下 中国各地劳教所出现的黑社会与外界联手犯下的 活摘器官杀人网罪恶 因为利益巨大黑幕惊人 除此杀人网和薄熙来倒台之后 被爆出牵涉多个命案之外 随着真相不断被披露 支持薄熙来谋反的周永康也被爆出有命案在身 最近英国媒体再次报道证实 周永康涉嫌谋杀前期 BBC中文网报道 大陆网民在过去的一周里 能够搜索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报道引述网络上爆料说 69岁的周永康非常好色 腐败严重 甚至为了与小自己28岁的第二任妻子结婚 而杀了前妻 在此之前 也有媒体报道 周永康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时 涉嫌设计车祸 谋杀他当时的妻子 而前妻一死 周永康立即迎娶江泽民的外甥女 有消息说 中共政治局常委要求周永康对此事做出解释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进门 好 接下来请您看 好 接下来请您看 好 接下来请您看